欢迎收看小人物大英雄 我是Pinky 010 台湾是经贸大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年大概有6000亿美元 那这些货物的运送 大都要靠海港还有大型的货轮 位在淡水河河口西侧的台北港 自从2009年开港以来 因为它位在台湾的北部 是人口产业的密集区 所以使得货运量是每年都在激增 尤其它的货柜处运中心 装备了全世界最顶尖的电子化设备 使得进出口货柜的执行效率 能够和香港、新加坡名列全球的前三高 它打败了许多条件更优越的港口 那能够在短短的4年之间 创造出这么傲人的成绩 台北港靠的就是工作人员 兢兢业业的努力还有付出 才能够不断地提升竞争力 让台湾的经贸发展得更快而且更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台湾的码头柜厂来讲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个传统模式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这种算是比较先进的模式下 所以当然我们也是很希望 为了台湾这种技术口贸易部分 能够贡献一份行李 然后加快我们的作业速度 然后让各地的这个贸易 就能够更加快这个流动的效果 有货轮即将要靠港 负责安排拖船与人员的调度室 也跟着忙碌起来 这个是我们的那个派乐部 领港船在移动 然后这个红色的跟绿色的标 是我们的航道 这是九万顿的货柜船 它要进来 他们的领港要到外海里 几海里的地方上领港 然后导引它进来 然后它进港的时候 进港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条四东腰四千匹马力的船 需要来协助这条九万顿的船 有两条多船的船 来靠到这边长龙的马 我现在是在船部体里面的 等一下跟着你右船尾 右路收到 收到 在临港船的导引下 巨型货柜轮缓缓地驶进码头 由于货柜船的马力强大 为了安全起见 进港的时候 船速必须要减慢 在于1.5海里的地方 借由拖船的协助 停靠到码头 现在是在半壁 它现在是前进 刚刚是在半壁 现在是前进 可是我们现在是在把船 从侧边再往过 对 会转头 掉头 哦 新型商船的盾位越来越大 性能也越来越好 所以拖船在协助大船前进的时候 要特别谨慎 因为一不小心 就会被大船拖住 而动弹不得 或是被拉着跑 甚至有被大船拖翻的可能 那是掉头啊 掉头啊 对 需要多这个时间吗 从进港到 到靠近平台 都一个半小时 因为都是9万元 按作是比较小的 就比时间比较快 是不是算大 就是9万也算大 也不是说最大 也有比这个还大 那小的就是多么多啊 小的也有1万多 还有2、3万吨都有 4、4、5万吨也有 那个时间就还多久 小的就 就半个小时至45分钟就好了 超多啊 因为大船吊头不需要吧 在狭小又充满超强马力的拖船机舱里 温度永远超过40度 噪音更高达100多分贝 轮机长在这里要随时检视引擎 有没有正常运转 还要警定着仪表上的压力 与温度的数值 确保在安全的运作范围内 那工作时间大概有多长 在有一个处理是两个人不一定 是哦 我看这边噪音很大 这很大 我以为是带耳塞啊 就是你求全外傅要注意这些 监控这些机器 会不会精神压力 工作压力会很大 压力当然大 但你要克服啊 你不克服啊 怎么怎么适应这环境呢 因为工作你要克服它 你不克服它 你没办法生活一样 人家要生活嘛 生活你要克服它嘛 你自己用什么样式克服这些 不会 那个就看书啊 那不看书怎么会啦 一定要看书啊 对 安静感情好 自动靠车吧 来 四倍大车多 大车多 看到什么是大车多 大车就是 它有半车 装车大车 大车的路比较大 马力 马力要加大一点 那装车是 大车的一半 还有半 还有最快的路比较大 因为它要放马头 你说太大力度的话 会碰撞它 大车多大 大概大概多少 对哦 八百 可以翻车一般的这个 另外这个马力有像那 普通鸭是五千匹马力 独手工登上港靠岸的货货船 在甲板上方 15公尺高的地方 忙着拆卸固定货货的高颂 因为卸货作业即将展开 台北港的货柜出运中心 是以VOT方式兴建 拥有台湾人首创的一划码头 在船边座椅的现场 只见桥市起重机 在短时间内 将船上的货柜既快速又精准地掉下 地面上的卡车非常有秩序地 将货柜运送到货厂筑区 我们这一艘船 它装卸的量大概是900多 因为我们开了五枝杆 所以它大概一枝杆平均 会分配到大概大约是200个柜子 那以我们台北港的效率来算的话 它可能差不多算 五到六个小时就可以作业完毕了 那如果以一般传统的柜厂 它的效率 那可能会增加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一两个小时左右 我们地上不是有那个一颗一颗的那个 那个就是货柜的选锁器 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固定 就是说当比较高层的柜子 它要把上面的柜子跟下面的柜子做一个连结 它把它lock住 那上面的柜子就不会轻易 随着船摆档掉到海里面 所以它要去拆装那个 在上层的柜子它要去拆装这个选锁器 无法由自动化机械取代的工作 就交由徒手工来协助 船边的徒手工人员 除了指挥货柜的定位 还有选锁器的拆装 它也会进一步指挥到 卸柜车是否要进到作业区域桥机的下面 自动化的作业不但节省人力成本 执行上也更有效率 比较目前全球各港口的船飞作业效率 每小时平均吊装25到27个货柜 台北港却是每小时38.5个 成绩是全球前三名 在这一化的码头 厂区的作业采用自动化模式 主要的操作人员都是在监控中心 小时小时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说 我是船边领班 请问一下等一下五号杆可能会跟六号杆碰杆 请问一下几个动作之后 五号杆或六号杆会移去哪边 待会五号杆后 再五个动作以往二十二倍 好谢谢收到 驾车手麻烦我们往船尾宜一仓 40时吊驾 尾宜一仓40时吊驾收到 视讯画面清楚呈现码头现场的作业实况 这里就是中控室 是整个一化码头的大脑神经中枢 结合航海与航官等相关专业人才 从船边作业到码头柜场 都运用领先开发的资讯技术 取代传统人力 中间这个萤幕部分是由我们AVB的系统 它会显示现在这台作业车机 它的一些作业阐属跟现在的状况 这边的画面是我们长龙开发的TOS 那个码头管理系统 它这个部分是用来 这个部分因为它是只有管理单部车机的状况 那整个场地其实全部最显得 还是由这个地方来做一个完整的管控 这个部分是我们GTV的镜头 它主要是我们现在有两个对角 是可以看吊架的两个对角 那我们这边同时可以切换 切换成另外两个角度 那另外还有上面跟从上面可以看到 这个拍摄它整体的一个现场状况 主要是因为我们门市其他大部分的状况 都是用自动用作的模式 那就是因为在后生来交贵或领贵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人不知道安全的问题 我们还是以轮通操作 那由于是现场都已经没有人员了 都是只用自动方式操控 所以我们必须要搭配比较多的镜头 去确认各个角度都是安全的 这样再载下去作业会比较安全的 不仅要注意安全 还要让每一部货车 能够紧然有序的进导柜场的定位点 交汇领柜 对此台北港采用独步全球的资讯技术 来做液化管理 好你先上班 这个是在核对封条 核对原始封条跟櫃单上的资料是不是一样 那封条上面是要注意什么数据 要一模一样 不是注意就是要一模一样 对对对像在这里就是WHLU 还有Y351701 然后跟我们原始发空櫃出去的资料 是要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个流程就是货主跟庄公司就是订队了 那booking之后我们就应该给他一个封条 让他在装潢货以后柜门关上 然后封条封上 那货主会委托司机托运 那这一段从货主端到会场端或者是码头端 资料要一样 那如果不一样就是我们要初步判定他是有问题的 他现在去哪里 他现在就去办单了 像那天他在做一个胶领柜的一个程序 刚刚已经登打完一个重柜 这个重柜已经处理完了 然后现在他又在哪一个空柜 他要请你一个空柜出站 对对对 直接现场就做胶领的 不需要他再像传统的说 去卸完再回来办单 他都会发 最后都会在这个卡片上做一个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处理完之后 发卡给他 电子卡给他 那他这个一是 依据上面他先做胶的动作 胶完柜以后会再做一个领柜的显示给他 他再依据显示的部分去领柜就可以了 在台北港的管制站 每天都有近千辆的货车进出 工作人员除了要严格的为客户的货物把关 也透过全球首创的无线感测网路系统 来提升服务的效能 要近战作业的贵号资讯在这里 也就是这个贵号要去我们的厂区 厂内作业是在西六区三十七台 这个地方就可以帮他作业完毕了 对所以司机需要依据这张卡片上呈现的厨区 去做报道作业就可以了 当然作业的时间他会便利很多 对他就不需要像传统的就是说他进去 然后等候传统的车钓手去帮他钓柜 然后自动的变成是说他只要一到 我们只要他车头一过我们的报道区 然后就立行就是standby在那边 几乎要等待他啦 那原则上的话从他这边离开 再到他出来原则上在谈交零的话 大概十二分钟几乎可以完成出站 所以这比一般在外面都 最少他快结成十分钟以上 现在是要去哪 西六区 西六区 西六 他五十四台 这个用的方便多啦 用啊 对啊很方便啦 我要走了 好 他等下到那个西六区的时候 他自己会感应 所以你要放在哪个位置 都可以都可以 车上都可以 他感应都可以 他感应到的时候 他会叫 大哥他除了跑台北港之外呢 以及我们跑别的港口 西洋港 台中港 到西洋港 都去过了 那对这个一方码头呢 对你们工作上有没有很方便 对啊满方便啦 这边因为动作快多了啊 电脑感应的 都很快啊 啊不会像其他有时候 要拍嘛 啊跟着拍啊 啊这边都不会 他除去打 他不一定说 每一车都 同一个位置啊 都分散开来啊 所以说 蛮快的 我西 他有西三西四 啊我是西六区嘛 就要到西六区 他像他已经感应到 就开始叫了 啊你看像现在没有车 他现在那个 那也有一个LED的牌子嘛 对 大概应该就写我的车牌 我就812km 他就会进行 他要照这样子 就表示说他要做我的 OK 然后就可以开进去了 那现在我停定位了以后 他就是 红灯 就表示说我不要动啊 啊他自己会处理的 那他们上面 柜场车他就会 把我吊起来 你要是位置差很多的话 他就会 绿色箭头就会讲 叫你要 以哪一边 这样子 往前或往后 这样子 他掉离开我就可以走了 现在掉完以后 他就 因为我要领柜嘛 他变成他就会显示下一个位置 西四 我都要到西四区 这样子 可能在下面 他要上你的椅子 欸他也没红灯啊现在 因为他在椅柜 他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轻松 好 我现在出来了 我柜子在 车子上面 从 里面出来都是 电脑 到现在都是电脑操纵 他现在停在上面的时候 就表示说他准备 有人工接手 下去 把柜子放下 他在讲我的车牌 柜子正确 就对了 他就放下了 所以在港口的动态 他们都大概 都知道 掌握了一清二清 很清楚以下的位置 对对对 那两次没有叫 都还在出去里面 他有问题的话 他上面有电话 我们自己会打 他还知道说 哦 什么状况这样子 就到这里啊 我就要下车去搬资料 去准备出站这样子 货车的多运 不只是注重效率 更要注重环保 车斗上要加盖 出站时 轮胎要冲洗干净 由于砂石 煤矿等过种 在装卸时 非常容易扬起砂尘 因此在港口 新建了密闭式仓储 以及运输管线 以免造成污染 而在码头这一边 一辆接着一辆新车 余换配进船舱 这是准备出口的汽车 正在进行整车装货的作业 台北港因为交通路网完善 又接近人口稠密区 因此 国内70%的汽车 都在这里进出口 运输公司的托板车 将制造厂完成的全新车辆 再送到长途区 由于新车的价值昂贵 经不起些微的摩擦 因此 员工们都要穿上特制的工作服 因为我们在夜间作业的话 有时候灯光照明不足 所以有时候会比较昏暗 那预防人员作业的安全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制服上面 都会加装这些反光条 那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 都是新车 我们也怕这个衣服的一些 扭扣的部分 会去刮伤我们的车子 所以我们在扭扣的部分 衣服的外回我们再做一个外部把它遮掩 那扣子的部分 我们就使用软性的扭扣 那包含我们的裤子 都是没有使用皮带扣的 我们就使用松紧带的方式 装货作业日夜不停 即使在深夜 负责运输的整个团队 依旧保持高度的合作默契 与专业技术 驾驶员把车子开到 我们所谓的船商上站程区 由熟悉的定位手 将车子驶向船商所需要停放的位置 由指挥手 依据左右10公分 及前后30公分的停放要求来放置 定位手与指挥手 需要相当的配合默契 因为都是新车 所以在行驶的时候 跟操作的时候 都需要非常的小心 以免不慎的碰撞 车辆停放好以后 我们会将车子使用固定带 将车子固定搭紧于船商上 加固人员 依船商的作业指示 包含车子的角度 包含加固带的角度 及力道 都要符合标准 我们以45度角 来取舍加固带绑紧的角度 绑紧的角度 那颈度以手拉扯 它不会轻易的松动 为原则 那加固完以后 我们还有一个加固的检查员 会再执行一次 是否有加固完成的动作 在平常是在教育训练里面 这些人我们都要再特别的评选过 然后再加以训练 然后才能够担当这个重车大任 因为客户的车子都是新车 加上船舱里面的作业控制 非常的狭窍 一不小心碰上了 就没有办法跟货主 这个交搬交代这样子 重视每一个工作细节 务必做到零失误 新兴的台北港 之所以能快速晋升为 世界顶尖的港口 除了仰赖完善的基础设施 以及先进的资讯设备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在于每一位工作人员 他们贡献自己的专长与热情 坚守工作岗位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承担的是 台湾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重任 一点都不能放松 24小时营运不打烊的台北港啊 他需要集结各种不同的专业人才 虽然呢 他们都是分属不同的事业单位 还有不同的协力厂商 但是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 就是为了提升台湾港口的竞争力 而奋斗不懈 这个成就啊 其实真的不简单 但是呢 他们全部都是使命必达 如果套一句广告话 他们都是台湾经济奇迹幕后的 无名英雄哦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Pinky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